嗨,大家好,这里是宠物说不完。柴犬可爱呆萌的外形是大家公认的,甚至连加密货币也用上了柴犬的样子,再加上它不胖不瘦,刚刚好的体型,所以柴犬受到不少小家庭的欢迎呢。 不过,许多有养柴柴的网友在饲养过后都忍不住说,千万别被它们的外形给骗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今天就要告诉大家,十个柴犬有趣的冷知识,尤其是性格方面哦。 我们的阿柴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啦。 第一,可爱的外表,凶猛的个性。柴犬一直给人可爱,萌萌的形象,但是大家不知道,其实柴犬是个个性凶猛的毛孩子哦? 我们平时看到柴犬可爱撒娇的行为,其实只有在他们完全信任的对象上,才能看到,这是因为过去日本人饲养柴犬,是把它们当成猎犬来训练的,所以这样也养成了柴犬天性叫神经质。 面对陌生人,或是不熟悉的事物,都会有非常强的警戒心,甚至会出现攻击的行为,其实柴犬的暴冲,狂废行径,同样也是用来掩饰他们内心的恐惧。 如果大家的柴犬,有出现这样的情况,主人就应该立即上前安抚,以免悲剧发生。 第二,性格好动,动作敏捷。柴犬是很好动的毛孩,它喜欢挑战新事物,它的学习能力很强,所以能够轻易地通过敏捷训练课程,但通常只有在给予奖励时,才这么听话。 柴犬的弹跳力也是一流的,只要轻轻一跳,便能跳过围离或墙壁。 如果给予适当的指导,这项能力是非常厉害的,但是万一放任不管,也会变得非常糟糕啦。 第三,短毛柴柴也会大掉毛,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,就是觉得短毛的柴柴,它的掉毛问题,应该不会像长毛狗狗一样严重。 其实啊,柴犬是属于天生双层毛狗,在换毛季的时候,是会大换毛的,一年里面,柴犬至少会有两次,下层的短毛会全数脱掉。 所以柴犬和长毛狗相比起来,每次掉落的毛发,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。 第四,跟猫咪一个恶性,许多铲屎官都说,除非拿出银石来诱惑柴犬,不然就算主人再怎么努力地呼唤,可能也只会换来它们冷冷地偏你一眼。 听起来确实有点哀伤啊,柴犬与一般大众所认知的,服从,温馴的旺行人,似乎不太一样。 它们的性格其实更像猫咪,既高傲又自信,也不会轻易听从指令,而且柴犬也很爱干净,它不只会花很多时间梳理自己,甚至也会帮忙梳理家中其他狗的毛。 柴犬非常不喜欢弄脏自己的住所,甚至是家里的后院,虽然它们通常喜欢有人在身旁,但是有时又像是猫,大多数的时间不需要人们的关爱。 第五,性格固执,大胆好胜。柴犬有从不放弃,永不认输的态度,它勇于面对挑战,当它认为有威胁的时候,还会加以反击,因此许多四主常面临冲突事件,像是食物的争夺,狗与狗,之间的争吵等。 柴犬也很有斗争的心,如果它看到其他的柴犬被主人赞美或奖励,它也会想办法,证明自己更厉害。 面对柴犬天生的性格,我们必须奖励,并导引它至正确的方向。 被动式拒绝以及奖励式训练,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如果大家想成功地和柴犬一起生活,就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耐心和幽默感,才能淡然处置。 耐心是每个铲使官必须具备的条件哦。 第六,保持妥妥的社交距离,柴犬在性格上其实是不太会粘着主人的,当然也不会刻意疏远了。 所以我们很常会开玩笑地说,铲使官与柴柴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距离了。 这是因为我们的柴柴过去作为狩猎犬,它在长期的猎犬训练下,导致它们对自己所属的区域会特别有战有欲,也会展现出它们的警戒心。 就算是对自己的铲使官,也会尽量保持它们心中的社交距离。 第七,只能动口或能动手。 柴犬其实最讨厌被陌生人触摸了,有时候可能连自己的主人都不行哦。 这要根据它们当下的心情。 对柴犬来说,陌生人的摸头,就像是被侵犯了一样,为了保护自己,就会出现反击的行为。 所以大家在户外看到柴犬时,千万不要被它们可爱的外表给骗了。 如果你被它可爱的外表吸引,随意地去触摸它们,可能会引起柴柴的抵抗,甚至是攻击,悲剧随时发生哦。 因此,想要亲近它们,不如用称赞的方式,代替触碰,柴柴可能会更开心啦。 因为柴犬不喜欢被触摸的性格,所以修剪支架,洗澡,健康检查对于柴犬来说,绝对是不容易的事。 只有当他心情好的时候,才有机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哦。 第八,破坏之王,逃脱大师。 因为柴犬非常机灵,如果不好好训练,以他的智商,绝对可以在家中造成一场巨大浩劫,是名副其实的破坏之王。 当我们的阿柴感到无聊时,他会跳离围栏,或是躲在家具下。柴犬可以挤进非常小的洞穴,即便被绑住,也可以咬断链子。柴犬绝对是天生的脱逃大师。 年轻的柴犬精力充沛,铲使官必须花很多时间,才能照顾好年幼的柴犬。 最好每天都有固定的放风时间,让柴柴可以消耗精力。 第九,狡猾、调皮。柴犬非常聪明,常常绞尽脑汁,引起你的注意,进而达成目的。 他总是在试探怎么样的方法,可以让四主以及周遭的人对他感兴趣,甚至可能费尽心思想出新方法要击败主人。 柴犬的外表是最强的武器,如果被柴犬发现你很在意他的外表,他将为所欲为。 在你察觉到之前,可能已经被他在潜移默化之中加以利用了。 比如,当他发现饼干的罐子,会想尽办法得到。 首先他会开始装无辜,之后过来舔舔你的手。 当你一离开,他就直接冲向饼干罐,实在太聪明狡猾了。 第十,杰出的歌手,其实柴犬平时不会乱叫,但是他却有得天独厚的叫声,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柴犬的尖叫了。 柴柴高亢的声音,真的会让人头痛,邻居听到或许会以为你在欺负他呢。 一旦有机可乘,柴犬会有效利用这种高亢且淒厉的叫声来对付你。 当他淒厉哀嚎时,不要感到尴尬,以及做出任何反应。 忽略狗狗的哀嚎并继续做自己的事,很快他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达成目的的好手段,就不会再叫了。 别忘了柴柴是很狡猾的哦。 他永远可以判断你的行为举止以及心理状态,再以此来对付你。 柴犬虽然拥有一副可爱又迷人的外表,但只要是不够了解他们习心的人,就可能会触碰到柴犬的底线,引爆他们的怒火。 因此,无论是想饲养柴柴,还是想靠近他们的朋友们,都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性格,保持好适当的距离后,再行动。 这样才能更顺利地与我们的阿柴建立良好的关系哦。 当然,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爱心和耐心。 这是成为蚕屎官的基本条件哦。 以上就是这集影片的内容。 如果大家有任何宠物的问题,需要得到全面的解答,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我们会专门做一集影片来为你解答。 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有用的宠物知识哦。 一定要订阅关注我们,打开小铃铛,不要错过更多有关宠物的资讯。 我们是宠物说不完,谢谢大家的观看,感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。 感恩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。 这个阅里面看,感恩 转发 打开小铃铛。